我连晚上睡觉我都会带那个罗耳机 一晚上放着WFD就像他伴我睡觉 其实我提刷的也并不多 你没时间吗 两个小时就啥时间 基本刷的就是你们给的那个WFD那一些 差不多可以了 我也就只刷了一遍多一点 也没都刷完 全中了吗 中了我全中了 还这么强呢 运气爆棚啊 而且阅读我还中了原体 那还不错 你反正对那些就是可能已经在澳大利亚的 平时很忙的学生 我觉得你有什么经验跟他们说吗 我觉得还是就是一定要抓住所有的碎片时间 就虽然我吃两个小时比较完整的复习时间 但是其实就是比如我午休 或者是不太忙的时候 我都会就比如刷一刷这个WFD 就自己在手机上刷一刷 然后也会刷一刷阅读 而RA可能没什么时间练 但是有时候RS我会听 就是虽然我可能不说 但是我听 我就会让他洗脑 我连晚上睡觉 我都会带那个入耳耳机 就一晚上放着WFD 就是让他伴我睡觉 哇卡 这个太棒了 这个我就是虽然就是你可能 你觉得你没记住 但是有一天我突然就是 就像你说的 你上厕所的事件 你都可以去看一看 我上厕所的时候带着耳机听他 我突然觉得这句话 我好像听到过 但是其实我没有真的就写过这一句 就是你还是这个话会就印到你脑子里去的 也说188句 WFD声音这么好听 干嘛不听他 我觉得对啊 确实 听一听 你也有助眠吗 你觉得烦 你可以拿他当催眠 也蛮不错的 我觉得对一个学生 微笑更搞笑 他说WFD我现在过了 我好痛苦 当时吧 我说WFD上课特别能扒饭 你知道吗 一边在一边在听 现在我都吃不了饭来了 确实时间好久啊 我知道 我知道 很忙的学生 我觉得真的要抓到碎片时间了 我觉得这点 对对对 就这种时间你一定要用 哪怕早起一点呢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你大家考这个试嘛 肯定都是有一定的目标 不管你是想申签证啊 还是说学就是来上学什么的 你既然就是要达到这个目标 我觉得哪怕就是少玩一会儿 少睡一会儿 但是在你的身体成熟范围内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你挤一挤自己 我觉得都是能挤出来的 对啊 你想你想如果你拿了身份 只是为了就是只有这一个英文观的话 就多简单一件事情啊 人生还比较更简单的事情 对 很多人在 很多人在 在国内都 没那么简单的 你可能学历不够啊 对啊 没就钱啊 对不对 没错 家里不允许啊 对不对 或者有孩子啊 就有老公 有老婆 这都很复杂的 你们就就插这一个 就什么搞不定的 就考英文考学 又不要你考什么很高 也不雅思七八 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时间 还是就是能抓紧一切 就哪怕上个厕所 你反正蹲在厕所 你也是想刷刷别的 刷个抖音啊 刷个小红书 咱就刷刷 RARS 我觉得也没啥 就蹲在厕所时间 你也能刷几个阅读题 其实 对对对 而且它会重到的 我就会就重的还蛮多的 就每一个题型的阅读 我都中了 就是一道两道 相当于 对运气也比较好 但是我也刷的确实不够多 这是实话 人家刷的多 我觉得可能会中的更多 好的好的 那谢谢小七啊 特别厉害 感谢你 没关系 我反正保持联系 以后有机会来 今天玩 好嘞 别骗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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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